我没让孩子告诉你 我怕你难受 你不让我知道 其实我知道了我心里心里难受 他不是外人 你躺着 妈 这对我心里耳朵 耳朵 耳朵 老林他心恨了 他心恨了 他帮我一领子 你别老哭了 再哭的话 一切你受不了 老林他心没恨 一切你受不了 走了 也算是受完了罪了 小哥 骯髓里那种 慢慢的都全都那么大 死了好 上家上宋 生着祸受罪 人家养儿子是烧的高相 这我偏偏就烧到妈家杆了 妈您别说了 让你妈说说说来都说说来 大哥我跟您说说 不说我心里头也别的话 说说来 老头死了 家里人呢 商量着给他买块木地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燕子呢是出了门的人 钱呢就不用他偏了 这下可好 文睿和文玉 一直到现在都不神头 买木地的事呢就这么撂着 如土为安 如土为安 老林到现在 还在外边待着呢 这个人一死啊 闭了眼睛什么都不知道了 活着的人糟心 小松老师吗 没睡的吧 听你这个口气好像不太对头啊 可能是受点量 脑袋也在发尘 吃药了吗 吃了 发点汗就好了 好 小松老师 你要是有什么事不舒服了 你就说话 别客气啊 你放心吧 我没那么焦气 好 好好 好 小松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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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啊 上次送你回家路过这个医院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你的医保都在这个医院吗 所以我就直奔这儿来了 记性还真好 不是跟你说过吧 有点什么事啊 有点什么的你就给我打电话 你真太客气 那能老是麻烦你啊 这能麻烦到哪儿去吗 你看我啊身边还有孩子 你一个人在家遇到这儿病啊什么的一个人解决不了就靠朋友们帮忙嘛 哎呀 这老天爷 这老天爷 恶不死瞎加强啊 对啊 要不你给我手机干什么嘛 不就是让我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伸手帮帮忙嘛 哎呀 老齐 你平时看着蔫蔫的 你还真挺幽默的 嗯 我不幽默 哎 要说幽默 我们院里倒有些老林 哎 那有点幽默 就是上回送风的那个 没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星期前啊 我还是刚刚听说 都没赶上送送的 那多大了 五十九 给我小一 小一岁 五十九岁 我刚才啊 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一定要赏医院 要不然死在家里 臭了都没人知道 死不是个好事 你别老往内上都想 这人一生病 就软弱了 就找朋友靠着 这回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把你送到医院来 数个业 你数个业 骨头就硬实了 人也就硬实了 那很简单的事嘛 是吧 那你晚上好好睡一觉 那个你不进去送啊 不了 太晚了 我得回家了 明天啊 说夜来的时候 我再过来看看 有什么急事 你就给我打架话 数学吧 随随便 行 那我送你了 我回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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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活算什么呀 以前我给老板上货的时候 哪一次不扛个几十斤的 就给我那么点钱 本姑娘不吵她吵谁呀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我还没筹呢 你筹什么呀 对了 一会把你家的家具挪挪吧 人家说呀 家具的摆放是很有讲究的 床最好应该是头朝南脚朝北 你们家那床是东西摆放的 肯定不好 那挪挪就不会去了 试试呗 这太沉了 顾青 你行吗 你是真看不起我呀 你把那妈字去掉 我行 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呀 我替你捡着一个值钱的物件 给赏钱吧 我没这东西 我从来就没扎过耳朵眼 你说 我跟她过什么劲儿 那就别过了 别过 我跟她结婚十年了 混成这个鬼样子 我不甘心 不甘心更得反抗 我怎么反抗啊 我没有工作 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我从那搬出去 你说我靠什么生活呀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你看到马路上 捡矿泉水瓶的老太太 靠自己都活得挺滋润的 你连个老太太都不如啊 谁呀 他们都快舌了 你实在太疼过了 那你就累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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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这条围巾刚好配你上厨房买的宝贝 是不是那条裙子 那可不是 我这审美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你非去相信那社会员 你可笑去 哎呦 喂 你不是在医院呢吗 怎么回来了 怎么回来了 这个是你的吧 哎 瞎说什么呢 这 这不是你自个儿的吗 别说我没扎过耳朵眼 就算我扎过 你给我买过吗 这东西是老蟹给我买的 四百块钱一只 八百块钱俩 八百块钱俩 你今天还给我 也算是完毕规照了 要不然我还得再让老蟹掏腰包 给我买一只一模一样的 到时候你知道了 不更上火吗 你有病吧你 谁给你买的 谁给你买的 谢俊良 你真不算是个男人 大姐 在这个屋里我就是个游客 真正跟他过日子的人是你 他什么德性 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吧 因为我跟他后妻反不上 再说 对你自己身体不好 看你腿也不好 我真的想劝你两句 这没本事管男人呢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有本事管男人呢 就能放个揍他呀 神经病吧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他妈把我带到他面前 不是就让我难堪吗 你以为你谁呀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问你 你就是给我打电话的女女人吗 哪次给你打电话了 就是那天给我打电话 他要给你十二吧 你跟他生孩子对不对 你又 还有这出戏呢 这都 这都哪跟哪 这都 谢俊良 你原来跟我说的话都是放屁的 顺风 咱们走 跟生父说人话 你也不怕脏了你的嘴 你骂谁生口呢 你骂谁生口呢 我骂生口呢 你答应什么呀 走 走 走 快走 干嘛呀走 走 我干嘛呀你走 你跟他人一起在一个房间里 你先退 快走 走 走 谢俊良 谢俊良 走 走 我今天一个人毁了 他娘的扫兴 你不是说你老婆不在家吗 对呀 他本来就应该在医院啊 上 你帮我 你把我当白痴呢 你上次来 你上次来是不是不在家吗 谁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婚 哭了啊 须led might say 我跟你说 唯发 身份 我們那些清了 就是智 Kalman 优优独并把劲 Hope to see for you 把他拉我家去 他要在这儿哭了半天了 走 我看你啊 在那个家呆着 咱们得被气死 他不如跟我出来混 虽然我那房子小 又是租的 但是起码 咱们挺着腰板过日子 别哭了 那我快 有问题 小伙子轻松多了 那得多加注意 小心覆盖 谢谢你来陪我 这么客气 闲着也是闲着 你看谁闲着 老往这儿跑啊 什么好地方 是 我老伴生病的时候啊 跑医院跑伤了 看见穿白大块的医生 我现在就哆嗦 我也一样 上去送我吧 好 好 上去 老师 来 来 老师 喝点茶 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坐你坐 来 你坐 这 这 反客 为主了 绿茶 是吗 对 这味儿真好 绿茶好 绿茶呀 清火 老齐啊 你这人性格真好 和你聊聊天 还真能清新火呢 我还用这用处啊 看来那我不是个废人 小松老师 你还真别拿病不当回事 我觉得你应该顾一个保姆 照顾照顾你 这样 闺女在外边也放心啊 闺女让我移居香港了 多好啊 我不想去 怎么了 你说我这个年龄 去了那儿两眼一抹黑的 是 闺女是在身边了 可我自己的乐趣全都没了 你说在这儿多好啊 高兴了 大伙一块儿唱唱戏 还能喝喝茶 心里憋怯了吧 还可以互相能聊一聊 是吧 不过 我觉得你照项了也能唱戏啊 我跟谁唱啊 红蟹女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唱了 我这次生病啊 这死活不敢跟闺女说 如果跟她说了 她非得跑到这儿 把我领回香港不可 你说 我这个 一到了香港 那可真成了老太太了 在这儿吧 这好歹 还能在中年队伍里混上几天 是吧 小宋老师性格太好了 我吗 心里明白 说话脆实 赶紧想我 滴滴姑姑多少日子的事 一句话 你说一句话 就让我拿定主意了 我心里想不通的事 你一句话想通了 老七你这么夸我 你是不是在帮我发汗呢 太逗了 那个中午你也就一个人吧 要不就在这儿凑合吃 我叫个外卖 好吧 别 甭叫外卖 咱不花那愿望钱 你要是不嫌弃啊 我露一手 我给你做个把面 你会吗 什么叫会吗 我做了你一尝 你就不会说我会吗 对 正好我冰箱里 还有县城的切面呢 我确实 哥哥 小冬了 你就坐着 你动嘴 就指挥我就行了 你身的骨 我帮你打下手 不 你身的骨不好 你就这挺好吧 我也不见外 我在这吃完 我再上火归一点 行行行 好 那麻烦您啊 那个切面就在冰箱里 好 我不见外 来啊 来 来 来 这个护着 好嘞 好嘞 完了 这样子 行 这我给你搁这儿走啊 行 那少爷的你自己弄吧 让我先走了 有事啊给我打电话 这马上到饭点了 要不然在这儿吃个饭吧 不好 怎么着 看不起我们啊 不是不是 我一点钟啊得赶到东四环去 那个客人打电话跟公司约好了 下次吧 那行吧 这顿饭记着 一定请你啊 行 吃饭我走了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没事 不客气 快干嘛点 谢谢 好 秦叔 小路师傅 我是路线 我跟您说件事吧 你说 秦叔 姑娘 您怎么找到这儿的 小路带我过来的 快快进来吧 在里边呢 爸 爸 这和王八蛋又怎么你了 没事 真的没事 我说 那个姓谢的 她顺康不在家 把别的女人带回家住 还能没有人商量着 怎么生孩子 顺康之前就是因为了听说这个 才从王上跳楼下去 摔倒了 你个臭 爸 你快坐下 我拿杯水 爸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我不想让你为我操心 我不操心 可我做不到 不想生气 可是这位小子 充实 冯老板呀 输了那么多钱 爸就免了吧 别的呀 我们的货款由你们财务科出 这饭我必须得请 我给你过的那也都是正常手续 是 是正常手续 可是你老人家开恩呢 没让我排在后面死等了 我让你死等过吗 没说的 就你那小脸 呱嗒一撂 跟门神似的 其实你笑起来了 挺好看的 你平时怎么总也不笑 我这不是做牙膏广告的 干嘛一天到晚撕着个牙呀 那张刀子嘴 其实我发现 你胆子是真不小 我 怎么了 就昨天晚上那把大牌 你也敢胡 憋着憋着 他给打了 您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那小江大妈妈又不回来吃饭了 不知道我今天没打电话回来 爸 妈妈 你给我买什么好吃的呢 哎呦 你个傻儿子 光知道吃啊 你看你这嘴里塞的 你今天勤弹了没有啊 弹了 不信你用用我爷爷 是吗 太厉害了 好 那回头外外里给你买好吃的 表良你 好 快去吃饭了 你吃了没有啊 你吃了 我中午我吃得多不饿 又是饭举的 乔女儿媳妇多会过 真能给咱家收钱 啊 太好吃了啊 顺方 你吃饭了吗 你爸你谁打电话呢 我哪知道啊 把这儿是那心松的女的吧 爸爸买了点好牛肉 明天给你送过去 没别的事 就这个 牛肉都买上了 那到底跟谁啊 这一口一个霸的 那还能有谁 我姐呗 你姐 这可是名正言顺的 吃上你爸了 好了 我姐也怪可怜的了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谁让他自己那么笨呢 你看啊 他比那谢俊良小十几岁吧 应该是他玩的 那谢俊良团团转 像小猫抓自己尾巴玩似的 那现在完全反过来了 嗯 对 就跟你玩我似的 是吧 你哪用我亲自出马呀 我儿子就把你给玩了 我在你眼里 是不是一点好都没有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多好的一同志啊 你这要再努努力 还是有追上我的可能的 还要努力啊 那要不这么着得了 我去国务院当总理就怎么样 您是真敢照那大的楼啊 您先说说您家里是眼前的事吧 您的厨房装是不装啊 装啊 你把钱拍这我立马装 成 你说的啊 我说的 你这钱哪儿来的 你媳妇挣的 数一数 一万了 那你说啊 这一万块钱 我出的 那一万块钱 找你老爷子要钱啊 这事交给你了 李晴 怎么了 李晴 要不然 咱们俩合伙干啥事吧 行了 你说干什么好呢 干我的老本行 美容美发 行 那你教我 咱们俩开个店啊 大概得十万块钱 这么多 少点不行吗 不行 现在光店面租金就少不了 好 我去借 我也去银行贷款 这样 咱们俩谁拿的钱多 谁当大股东 行不行 好好睡吧 爷爷您陪陪我 爷爷您陪陪我 我陪你唠叨唠叨 说个不停 你更睡不着 我不说话 这么说话 那好 那我去烧护水 那您别关灯 好 我关灯 正好 我烧护水就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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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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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嗯 嗯 嗯 我先说个事啊 嗯 年前呢 嗯 打算把这厨房重新装修一下 嗯 嗯 嗯 那个沈杰呢 已经把钱给我了 装修 哎 哎 体力活我肯定 干不了 我就大下手 没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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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了我一万 嗯 还 差一万呢 嗯 差一万 嗯 什么意思 就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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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得我一万 嗯 不好意思 你知道你姐姐现在住那吗 您不是说她跟同学住一块了吗 只要她同学不收留她 她会住那 这事啊 真 就怪我 她就根本就不应该从家出来 那这一出来 那不便宜了谢俊良了吗 是 是 那她现在既然出来了 您说她应该怎么办 我 我这 也住不下 那您说 我能怎么着啊 你姐姐啊 你姐姐啊 差点被谢俊良害得丢了命 你说她要在那个家再待下去啊 还不定会出什么事 现在她拖着一条残腿 你 没家 身上也没钱 你说 怎么办 爸 我姐她毕竟结婚了 很多事 真的是不好管 你这话 说到鞭子上 你现在不是也结婚了吗 怎么一花钱 又伸手给我要啊 您说 装修这厨房 那不是为我自个儿不是 您不是也还在这儿住着呢 想住得舒服一点 是啊 那我可以不住 我拿着一万块钱 外头租建房子 和你姐姐 我们俩住 那我们的问题就全解决了 是吧 谁啊 谁啊 爸 哦 顺发 我想跟那个李晴合开一个美发店 自食其力啊 这是好事 我支持 嗯 我 我想给您寄点钱 哦 多少啊 五万 嗯 嗯 我考虑考虑 哎 好 那我先挂了 嗯 嗯 哎呀 你们啊 你爸就是一块儿牙膏 你不经意接就进了 总有一天啊 把他起个轻光 都看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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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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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齐 老齐 你来了 我心里正念叨你呢 碰见你了 超有事啊 啊 有点事 还挺重要的一点事 我跟你说我那个儿子啊 张口给我要一万块钱 说是 撞修一下那个厨房 我那个闺女这时候呢 也是张口给我借五万块钱 说是要出去啊 创业 儿子这儿呢 是锦上添花 闺女这儿呢 是雪中送炭 说点私心话啊 我愿意给女儿雪中送炭 我不愿意给儿子那锦上添花 是不是 但是你要是雪中送炭了 锦上添花那样 知道了 就不明摆着 让姐弟俩产生矛盾嘛 所以 我就想 让你给我拿点主意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事吧 你得一碗水的端平了 这给儿子一万吧 那闺女也给一万 那四万块钱 就算是借给闺女创业用的 你觉得怎么样 哎 哎呦你这小奶蛋 这么简单 我可能还是从感情那种 走 行 就这 就这么办 行啊 你练你练 打扰你了 好 我走了 给咱们一万 就得给你姐一万 这是你爸说的 那老爷子把钱给你了吗 给我了 怎么了 下班回家把这钱给我了 给你干嘛 我还得请工备料去呢 那厨房装修吧 我现在不想装了 咱们等过年再说吧 不是这钱啊 我觉得是装款专用 你要是不装修呢 我就得把钱退老爷子 小妻子啊 你脑缺氧呀 咱们把这钱退给老爷子了 那你姐可不会退啊 你听我的 你把这钱啊 做氧吃力气 你怎么听了 这每天一天到晚 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小钱 我哪去了 过来 怎么了师傅 几率卸了 好 谢谢啊 没事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好好好 没事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这个地段真是不错 就是资金有点太贵了 要不要再到别处去看看 行 再到别处看看呗 那个 我们不能白坐你车啊 我们给你车去 没有 我不是说了 我不要你们车去 那哪行啊 没事 那我请你吃饭 别了 咱们把那钱省下来 能干不少正经事呢 要不我一会儿 我就回去司机之家吃去 别去啊 哪有帮人干活不吃饭的道理啊 就是